贝果低优低糖,口感扎实有韧劲,吃起来麦香十足,是一款久吃不腻的面包 早餐还可以熬个造型,满满的氛围感 把屏幕上除黄油以外的食材全部夹在面筒里 波兰种提前一碗做好,我们夹50克进去 先开低速搅拌,再转高速,揉至光滑 扯开膜是这样的厚膜 再把面团撕碎一点 加入提前软化好的黄油 面团把黄油吸收就可以了,这个面团就完成了 整出光面,密封洗面30分钟左右 然后取出来分割成均匀的六等份 再把面团滚圆,密封洗面20分钟左右 取一个面筋,擀成长方形薄片 把一边打薄,从一头卷起来 搓成合适的长度 一头剪开擀薄 另一头包起来捏好接口 这个接口一定要反复捏紧 不然煮的时候会炸开 最后把接口的部分整理到底部 我们的贝果生胚就做好了 被放在烤盘上做最后的发酵 大约40分钟左右 发酵好的状态,用手指轻轻按压,缓慢回弹 有轻微的手指印就可以了 锅中水微微煮开 喜欢甜的加50克白糖 我习惯直接煮 贝果丢进去 每一面煮大约30秒左右 捞出来沥干水分 放在烤盘上 烤箱提前预热 上下火200度 大约烤15分钟左右 刚刚烤好的贝果表面是脆的 组织柔软 冷了以后非常有嚼劲 慢向十足 一次可以多做一点 密封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解冻 对半切开 空气炸锅 或者是平底锅加热一下 再加上你自己喜欢吃的酱料 简单凹个造型 摆上自己喜欢的水果 蔬菜肉类 满满的能量 早餐吃还是非常方便的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记点击关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